为什么饭店做的手撕包菜那么的清脆好吃呢 自己在家却总是做不好 今天就把饭店大厨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首先包菜要先清洗然后撕 而不是撕好以后再清洗 这样包菜会有太多水分 炒出来汤汁太多影响口感 锅中油热下入五花肉 煸炒出多余油之后 加蒜片干辣椒 少许老抽上粉 炒出香味后下入撕好的包菜 开大火炒至包菜微微变软后 调味加盐白糖生抽 多一点香醋 继续大火翻炒均匀 即可出锅 这样炒出来的包菜清脆爽口 好吃还下饭